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铁也不知道是为了羞辱神奇哥还是咋的 一个劲的和人家前任大轻骂俏 简直是过分 连宇宙射线都看不下去了 咔嚓一下就紊乱了 不管3728也就开始无差别攻击 可惜这攻击很挠痒痒似的 几个人回到地球睡了一觉 啥事也没有 可是慢慢的事情就不对劲了 安火滑着雪就着了 前任吃个饭就没了 神奇哥一伸手就长了 可怕的是石头 嚼着嚼着就真变成石头了 看来明还真不能下去 早知道叫高福摔好了 那仨人发生变化还真不赖 不过石头就要倒霉了 长成这样还咋处的一项呢 往那一触就给对象吓跑了 难过的石头蹲在桥上思考人生 结果却碰上个轻生的 石头本来想救轻生男的 结果给人下个枯枪 直接加速了他的死亡 还好石头皮糟肉厚救下了轻生男 这也制造了一起连环车祸 好在神奇哥三人及时赶到救场子 并无人员伤亡 围观群众还纷纷对他们见义勇为的行为喝彩 估计是忘了连环车祸也是人家造成的了 总之四个人就这么火了 小老百姓们分他们为神奇四侠 但石头还是很难受 不仅对象跑了 他这个大铁格子喝个酒啊 都拿不了酒杯 神奇哥向石头保证一定找出让他回复的方法 然后把四个人都关在实验室里一起生活 与此同时 老铁身上也发生了变化 让他越来越铁了 因为没撩动神奇哥前任脾气还越来越不好了 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容易铁火攻心 他直接给人掐死了 老板嫌他做买卖赔了 他又给老板开了个洞 真是暴躁老铁啊 刘妹狂狂阿火偷流出实验室 摇腊显被自己火辣辣身子 顺便跟记者朋友爆料了其他三人的特异功能 还埋在人家石头磕着 气的石头跑来砸场子 要不是前任拉着 那差点就干起来了 石头回实验室 又看见神奇男和前任亲亲摸我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不是说好把我变回来吗 感情啊 你没那么磕着 一点都不着急哈 气的石头啊 哐哐跑了 愤怒的人最容易被利用啊 石头就这么被老铁利用了 老铁说自己可以把石头变回来 石头颠颠就去了 可谁知变变是变回来了 力量就被老铁拿走了 被利用完的石头一拳就让老铁给闷倒了 铁骨睁睁的老铁跑去找神奇哥算账 神奇哥的小橡胶没人家电磁炮好使 几下子就被老铁抓住了 老铁把神奇哥动起来慢慢折磨 然后用导弹准备干掉阿火 阿火一流烟的飞上了天 引开了导弹 前人赶紧引神去救神奇哥 可惜他也打不过 不过还好石头主动把自己变回了石头怪 开始单挑老铁 就在石头被压制的时候 另外三人及时赶到 轮番上阵 秀才 最后神奇哥用橡胶面罩控制住老铁 阿火放出超新星火焰 石头趁机拽走神奇哥 前人放出磁场锁住超新星火焰的热量 眼瞅着老铁快要被烤化了 石头又扒开了水管子 扑扑一顿呲 就这样 一到脆火老铁雕塑就完成了 简直是艺术啊 虽然石头很丑 但是不怕 总有人瞎呀 他还是找到了对象 前人也变回神奇哥现任 阿火更不用说 那是美女环绕 真是大团圆的结局啊 不知这出超级英雄偶像团的表演 小伙伴看得还过不过瘾啊 反正我是挺过瘾的 毕竟男的帅女的美还各个身怀绝技 实在很难让人不喜欢呢 大家喜欢之余 别忘了 拼给我哟 美好的时光总是难道的 这次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喜欢葫芦阿小机场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 评论哦